捡到现金一百万 很多人恐怕一辈子都碰不到 而在台北竟然连续有两个人捡到了百万现金 这两位捡到巨款而十斤不媚的人 一位是公务员 另外一位是车祸双脚截肢的继承车问奖 我们带你来看看他们值得学习的品德 一手扶车门 一手抓住驾驶座椅 因为车祸失去双脚 蔡蓉钊只能用双手撑住全身的重量 用当的坐上驾驶座 日前他开着计程车出门做生意 意外在车后座捡到一百万 蔡蓉钊因为车祸双腿截肢 八年来动了七次手术 大腿几乎完全萎缩只剩骨头 欠了三十多万的医药费 一百万正好可以解决眼前生活的困苦 但他人穷至不穷 捡到的一百万一毛也不拿 全部交给警察 蔡蓉钊坚持要用自己的双手赚钱养家 就是要过得有骨气 另外一位也捡到一百万的 是原能会人事室主任郭福玉 他在上班途中的公车上 捡到装着百万元的纸袋 马上联络警察携询 找到施主后 郭先生还签了放弃书 挽谢酬劳 从听而降的一百万 这两位实惊不媚的人 毫不犹豫交给警方 还替施主感到着急 他们的善心 为台湾社会做了最好的典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